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同仁们 致以新春的问候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下面我给大家表演一套古传太极十三式 以资为大家新春祝幸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南派太极拳古传十三式 演练孙海顺 孙海顺南派太极拳家张子琛先生大弟子 即太极太斗吴图兰先生 和太极名家王培生 石宁先生在传弟子 人生于天地之间 并呈阴阳之心 本来有魂缘之缘起 但因为受物欲制蒙蔽 于是浊气浊力 日渐增长 加上人们内部自修 外部支养 以至于阴阳不和谐 内外不统一 等到了阳静声音 阴急避避的时候 人们的身体已经不行了 再开始养生已经晚了 唯有圣人能有逆运之道 转乾坤 扭气机 能以后天反先天 化其浊气浊力 逐步舍除后天沾染 直到最终发现自己的本来本性 于是有全数十三式之作用 连求一气伸缩之道 所谓无极而能生太极 就是这个道理 在实践中 我们落实起来也不困难 学员在前面进行整体运动时 找到内静 从而实现用意念指导内静 用内静来领身体进行运动 这样就是太极拳最有代表性的特点 用意不用力 此意是指与内静相合之意 此力是指后天肌肉松而产生的僵硬之力 很多人误会 太极拳用意不用力 是幻想意 这个看法是错误的 这个意是带领着内静的意 不是空洞的意 太极拳经有云 掌权者如长江大海滔滔不绝也 兵驴几岸采烈轴靠 此八卦也 进步退步 左步右盘中定 此五行也 兵驴驴几岸 即乾坤坎离四正方也 采烈轴靠 即训阵对根 似斜脚也 进退步叛应 即金木水火屠也 何之则为 十三世 互相救了即民族 等于在二十年之下 你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观看